現在可以加入頻道會員 一起來當贊助商 支持真心話不冒險 京都經濟 有一個經濟 可能是京都的類似經濟部那種地方 阿民耶 我們終於來到京都了 京都 算是日本的古都 沒錯 有一點像北京那個 中國的北京那個地位 住在這邊的人好像都特別有自信 我住在京都 古城就是從好幾百年 這邊就是一個很熱鬧的地方 就是一個很熱鬧的地方 因為我覺得應該也受到一修和尚的影響 大將軍好像也住這邊 所以我們今天來到古都京都 有什麼東西可以看呢 我帶大家來參觀一個在附近的 一個兩房的房子 兩房的房子 那因為在京都這邊的話 它的開發有限制 所以它捷運沒有像大阪那麼方便 所以它主要就是在四條五條這個地方 你看到這個地方 這個十字路口超熱鬧耶 這個就算是京都最熱鬧的地方 那我帶大家看一個在這邊的兩房物件 兩房的物件 好啊 那我們就直接到現場去囉 出國在外 語言不通怎麼辦呢 請問這附近有什麼推薦的晚餐可以吃呢 這個地方 請教你這附近的晚餐 請教你這附近的晚餐 大阪町的旁邊有名的拉麵店 有有名的拉麵店 請教你這附近 吃吃看 大阪町旁邊 有一家著名的拉麵店 請嘗試這個 請嘗試這個 支援超過100種語言 有外籍看護也非常推薦喔 歡迎參考第一則留言 我怎麼覺得好像京都比較乾淨一點 路上的那個馬路也比較平 比較整齊 地板也沒有那些煙地什麼的 好像比較乾淨 更乾淨喔 好 一丁丁 好 一丁 大阪其實也蠻乾淨的 可是就是 呃好像觀光客多的地方 難免會有一些髒亂對不對 沒錯 越多觀光客就越多亂丟煙地 或地上有那個 鋁波 都黏在卡在裡面 對 這邊比較沒有 整排都非常乾淨 而且路感覺也 比較有錢在維護還是怎麼樣 怎麼感覺路比較新的咧 好像昨天才鋪的 對 整個市容的相貌維持得蠻好 維持得蠻好 對對對 然後整個 這個京都的 就是整個街廓 也比較 就是感覺天空沒有那些電線桿啊 然後這個也弄這種遮雨棚 好像棋樓的東西 讓你可以走路 可是比較整齊啦 因為大家可能印象中 大阪啊 可能就會招牌痛出來 或者是有很大的章魚燒 對對對 這邊都沒有 在京都會比較 欸 喜歡這種就是有藝術氣息 你就是會比較喜歡美化的城市 美化的城市 所以說大家剛剛整個房子的樓高都不會太高 也不會有什麼突出來的打招牌 什麼全部的那種 什麼紅底紅字的那種 好 星巴克到了 所以 是說要走這邊是不是 對 我們走巷子裡面 所以它在星巴克的巷子裡面 所以好熱鬧 所以這邊離房子有多遠 所以我們轉彎 我看走 再走個 只有兩分鐘 兩分鐘 所以它在這麼熱鬧的區域喔 這麼熱鬧的區域 這邊是 然後那邊全部都是名品街 然後非常熱鬧的地方 然後我們如果從這邊走兩分鐘就到 所以在一個非常熱鬧的地方 阿敏 這裡是什麼拱門 寫一個景衣味的景是怎麼樣 就是如果有來觀光的話 大概進入觀光的話 這個是很有名的地方 這裡叫做景市場 景衣味的市場 對對對 在這邊的話就買一些海鮮 然後吃的用的產品都有 那這邊它是京都這邊最大的一個市場 會不會也是敲觀光客的市場 你要比這個是觀光區 一定會比當地本地的貴一些 但是我倒不認為是有貴到好利物的地方 所以還是可以來這邊玩 來這邊消費就對了 就是它都集中在這一區 你也不用為了特地說 批一個一層跑去 別的地方很麻煩對不對 大概是像 有一點像是 商店街啊 對 是黑門街 其實它有一點像我們 天神商店街那種 沒錯 東西吃的很多這樣子 觀光客更多 觀光客真的超多耶 這樣子到底怎麼吃呢 所以房子應該好像在前面對不對 對 它就是離車站 市場都不遠的一個地方 這樣超方便的 好像到了 阿明緊急把我拉下來 這一棟 井小路 在井市場 那裡是井市場 大概離100公尺 這邊井小路 它前面有一個退縮的公共區域 算是中庭的區域 然後 前面這邊有駐車場 就停車場的部分 那垃圾的回收啊 也都有 規劃 然後這邊是 腳踏車的停車格 它這個感覺規劃的很不錯耶 這應該是貴的囉 好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我們直接上去看看 可想而知 這個地方應該是開放空間 那直接可以開的 那進到這裡 就是屬於 裡面就是私領域 所以郵差 它是可以進到這裡來放 這些 然後放 這些郵物的部分 然後再開門 直接 進來 這邊就是私人的空間了 電梯在這裡 那我們就上去囉 到了 到了 出來了以後呢 它這個一層 好像只有三戶而已 然後那邊逃生梯在那裡 這邊有個天井 然後我們就直接 過來 那它這邊呢 這裡就是 它那個熱水器 放電錶啊 水錶熱水器的地方 直接進來了 直接進來了 阿銘 你說這個是什麼方形 這個是三綁 三LDK 三LDK喔 我找一下電燈 那你看現在其實沒有燈 其實根本就不用開燈 就很亮了 好 等你喔 然後我們先來看一下這一個 欸 它的玄關 它玄關三房的玄關 就是大玄關 好像沒有很大 跟兩房好像差不多啦 但是它的櫃子做得非常齊全 完整的 一個櫃子 這麼多 可以放個幾十雙鞋子沒問題 然後 轉過來了以後 這樣子 這邊是玄關嘛 轉過來以後 這裡 就是一間房間 然後這邊也是一間房間 然後這邊是走廊 我們先從右邊這一間開始 進來 欸都有鋪這個地毯耶 喔 這個下重本喔 鋪地毯的 然後櫃子 做得也比較齊全 它這個書櫃也做 所以我猜應該是不便宜啦 這一間 衣櫃也做得比較好 你看 它衣櫃有分 有成價 通常這種一打開就是空的 只有一根棍子 它這個好像做得比較完整 還有還有書櫃 然後它這一間 這個地方 客房的部分也有陽台 這陽台L型的 你就可以看到 對面的媽媽在幹嘛 這裡有一個逃生口 然後進來 那我們再往這邊 另外一間房間看 這一間 這是第二間 這一間好像比剛剛那間 再大一點點 那這間的話也是邊間 它兩面採光 邊間兩面採光 它這一間的櫃子 好像做得比較完整 還有做成價 裡面還有做成價 上面還有一個位置 然後剛剛阿明講 兩面雙面採光 所以你看 我們現在都沒有開燈 就這麼亮 而且雖然是下午 但是沒有覺得說很熱熱到 你受不了還好 那看出去就跟剛剛那個陽台 是合在連接的 然後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它燈都還還留著 這個屋主比較大方 我們看一下 這一個第一個門 是一個toilet 這是Panasonic的超級馬桶 然後大概是這樣 它是不是完全重新拉提 怎麼很新 馬桶在這裡 浴室在這裡 拉簾也都是新的 這個一點屎位都沒有 全部是新的 然後這也是新的感覺 然後洗衣機擺放的位置 那這個就不是新的 這個裡面這個座不是新的 但是這個也是新的 這個感覺也是新的 反正更新的東西更新的蠻多的 這樣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第三間房間 那這間房間呢 因為日本的房子 大部分是緊緻型的 所以這一間通常在裡面 會有暗房 但是但是剛講這邊間雙面採光 所以它是有對外窗的 這種是比較難得 我建議大家 挑選這種LDK三房的 可以選這種邊間的 比較 你這一間可以直接把它隔起來 也不一定要做這種開放式 但是日本人這一間大部分都是這樣設計 而且其實它還是有採光 對對對 它可以獨立嘛 然後它一樣是做和式 這邊有多拉A夢的床 多拉A夢的床 多拉A夢的床 多拉A夢的收納空間 天花板全部都丁木地板 用拉A的 這個為什麼要那麼長呢 因為他們這邊做 都是用櫃著櫃在地上 所以比較直接這樣 開放式的空間呢 你可以直接看到外面的狀況 所以走過來這裡就是客廳 那邊是餐廳 餐廳在這裡 大部分的日本的廚房 它都會做這種 有一點像是媽媽的吧台 媽媽把菜煮好以後 就放在這個桌上 就小朋友在這邊吃 日式的料理的話 其實大火炒 像台灣這樣 比較少 所以油煙不會這麼多 不會這麼多 出菜口或者是開放這個廚房 其實蠻常見 蠻常見 那在這裡進來了 這邊 這邊是廚房 這一間三房的廚房 沒有其他間三房的廚房這麼大 但是也算是很夠用的 這樣子L型的廚具 這廚具應該是沒有更新 應該是原始的 但是維護的也非常的好 維護的非常好 這個廚具的部分是 Toshiba的抽油煙機 Toshiba還有做抽油煙機 什麼都有 那這邊有一些空間 可以讓你放冰箱 或者是再做個櫃子 然後最後還有一個 這個陽台 這個陽台的部分 這陽台部分 它跟那個陽台是沒有連通的 所以它是一個獨立陽台 也逃難口在你這邊 所以你如果真的遇到緊急狀況 一拉開直接就逃了 那看出去就是對面的社區 阿銘 這個地點我覺得還不錯 因為大部分的人想到京都 就會想到是古都 沒有那麼多的商業的氣息 就是你會覺得來這邊好像比較悠閒 但是悠閒也會連帶的有一個下場 就是機能比較不好 所以如果說你喜歡悠閒 又想要機能 這個點真的不錯 就是像45條那邊 雖然馬路上很熱鬧 但是我們彎進巷子裡面 真的是鏡像現在開窗 其實沒什麼聲音 完全沒聽到那個巴巴車子的聲音 下面是感覺是有一點徒步的感覺 大家都是用走路的 沒什麼車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離城不離城 非常的不錯 這樣子的地理位置我們交代完了 離四條車站走路大概幾分鐘 霧丸車站四分鐘 霧丸車站四分鐘而已 然後離那個警示場不到一分鐘 我猜是30秒 剛剛在下面看到 屋頂那裡那個就是 屋頂那個就是警示場 那這樣子 這尺寸還沒講 平數大概多少 這個它是三網的 就是 主建物的話是70.5坪 70 所以大概21.2坪 然後如果再加上這兩個陽台 加上去的話 這樣子應該再加個兩三坪 那24.5坪去 24.5坪去 24.5坪的使用空間 如果在台灣你要買到這個大概36.7坪去 36.7坪然後在捷運站四分鐘的地方 然後旁邊有這麼熱鬧的區域 大家自己去參考看看 36坪的三坪代表多少錢 我們這個屋主開價多少 開價的話是6,180萬 6,100 大概這樣子1,300萬左右 1,300多萬 大概可以買到這麼實在的一個室內空間 然後離這個屋頁車站 4分鐘 然後旁邊又有警視場 而且是住在日本最具日本文化的代表區域 京都 這一區的話應該算是京都最貴的地方 京都最貴的 你如果買這個房子 就是你住在京都最貴的區域了 就對了 那如果你對這個房子有興趣 想到現場來看的 可以請阿敏安排 直接私訊阿敏 加入我們群組 take阿敏就可以 那如果是你想下次跟我們一起來京都這邊看房子 直接加入我們群組 我們隨時準備糾團出發 那我們請帶有更多人來一起支持真心話 我們今天感謝阿敏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現在可以加入頻道會員 一起來當贊助商 支持真心話不冒險 來自行為何人可見 你能夠吃嗎 I會放在野豬肉 我可以拿到這個房子 來自行為 跟陸會有優惠 我們在 Waiting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